大家好,欢迎来到Y哥社团,我是今天的主持人,来自小米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小爱,大家可以叫我小爱同学,支付宝集五服的活动,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,网年的敬业服都遭到了小伙伴们的哄抢, 而今年,阿里巴巴又寄出了大招花花卡,有了它就可以全年帮你还花呗,这可比敬业服的套路深多了,想要获得更多的奖励,只有更快的提升自己的花呗额度,而想要提升额度又不得不使用花呗,这样,一系列的套路下来,你就必须要使用支付宝,满满的套路啊,微信已经哭音在厕所有没有,好了,不啰嗦了,再说这么多题外话团长, 可就不给小爱发工资了,天小爱来跟大家分享一天收集二十几张服卡的方法,首先前两张服卡大家都知道,就是找一张普通的服字就可以扫的,有些喜欢装逼的人拿着像素不高的手机扫逼也是可以搜到的,嗨嗨,小爱刚才不文明了哈,下面你还可以通过在蚂蚁森林里浇水, 在达达星球上答题,以及在蚂蚁庄园中,喂小鸡吃糖葫芦,都可以分别得到两张服卡,以上这些是常规的方法,做完这些就已经获得了八张服卡,下面,注意了,要画重点了, 其实,今年支付宝扫服除了常规的服卡之外,支付宝还与中国移动,可口可乐,肯德基合作,分别推出了定制服,这些服都是可以额外扫出服卡的, 小爱温馨提示一下下,扫出这些定制服卡后,可能会出现动画,这个时候需要返回重新再扫一次就可以了,扫完这些,今天就累计领取了十一张卡,此外支付宝还推出了九张服人活动,导描每张图都分别能得到一张服卡,这样可就二十张了,你以为这就完了吗?这才哪跟哪啊? 在淘宝APP里打开扫一扫,扫描红色的年货,每天还可以额外获得一张服卡,这可就是第二十一张了,如果还是有没有扫到的服,也不要急,支付宝在1月28日推出了粘服卡,粘服卡你可以通过线下消费,或者直接扫描这张卡就可以得到,刚才说的这些服卡,大家都可以关注Y哥社团的微信公众号, 小写全篇的山东呼宝易,回复本期答案与泪水在飘泊怎么样,是,小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一天之内获得二十二张服卡的方法,是不是很受用呢?喜欢的话,就来跟小爱点个赞吧,另外,请大家多多支持小爱,在Y哥社团的作品,十万不冷知识。 你谁在飘泊